好那么随着花莲县确诊个案的足迹曝光 花莲县政府协调了陆军花东防卫部指挥部化学兵 投入为期三天的经销作业 那么24号开始呢 就在花莲的车站以及市区的干道来消毒 25号呢则是针对吉安乡市区的干道消毒 花莲临确诊破功 花莲县府不敢掉以轻薪 24日起 携请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化学兵连 动员汉马车等11部车辆机具 投入为期三天的大花莲地区清销作业 25日第二天则针对吉安乡市区干道进行消毒 今天所有的国军部队的一个消毒 以大的马路以及大的巷弄为主 小的巷弄呢就由我们清洁队来分工 我们相信要一次性的把我们整个吉安乡的道路 来作为这个消毒完毕 那我们吉安乡公索清洁队也用巡回式的在大街小巷里面 来做消毒防疫的工作以外 针对于六十几个出入口最多的学校附近公庙宇的部分 我们都是已经进行了两个多礼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今天国军投入的是在我们整个大型的这个重要道路 以及呢这个比较大型的范围的部分来作为一个执行 在这里再次感谢国军部队给我们地方挹注的力量 也谢谢华年县政府给吉安乡公所这样的协助 那我们持续会来做好每一天每一个时节的这样的一个消毒工作 不过在这里还是要再次呼吁乡亲 良体温戴口罩勤洗手 自己做好自主性的生活防疫 会带来更多的家庭的圆满健康跟和乐 我们希望跟乡亲吸手来度过这样的一个瓶颈的防疫事情 24日的午后大雨是否影响消毒的效用 环保局表示遇到下雨将会择日实施 现在所使用的防疫消毒的部分是使用漂白水 就是我们次律酸钠水 大概5%的次律酸钠水 那用1比50的比例来做稀释 那大概会有1000ppm 那这个次律酸钠水在消毒的过程当中 当然如果皮肤上有碰到的话 最好是能够赶快用清水来洗干净 那消毒的效果呢 就是我们在喷完的 喷完以后就是它还有跟表面接触的时候 它就有消毒的一个效果 杀菌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下雨完之后 基本上就是喷完之后 它就是有消毒的效果 那至于之后下雨的话 那原则上这个病毒已经都被杀死了 所以这个请民众能够放心 那当然如果在下雨的时候 我们就不来实施这个防疫消毒的一个作业 这样子会让这个我们原则 原本调配好的药剂的浓度来降低 那影响这个整个一个消毒的一个效果这样 第三天清消作业将会在新城乡实施 至于其他乡正式将会是情况 进行预防性的消毒作业 期盼能让民众安心 也让病毒无所遁形 接着将帮演截然相报导 感谢观看